接下來呢,我們要用我們之前微分的概念 幫我們比較完整的繪製這個圖形 其實重點就是要知道它什麼時候轉彎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看微分等於0 那什麼時候凹向上,什麼時候凹向下 就是看二次微分的部分 那一開始我們現在處理的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多向式 多向式它的行為就很好 它處處都有定義,它不會有什麼呢? 它不會有垂直間進線的發生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來看 它處處都有定義嘛 如果很大跑的時候怎樣? 如果今天它是往正無限大的時候 就是X帶很大的數字的時候 就是看最高次 X右邊的時候看最高次,最高次首相微負 所以表示說怎樣? 往右邊跑的時候,它會變成是負的 好,因為現在往左邊跑,現在是基數次 那負的基數次胖還是負的 負負得正 所以往左邊跑的時候會反而是正的 反正它左右呢,都會一個是 往右邊跑往下翹 往左邊跑往上翹 所以它圖形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或者是退化的時候像這樣子 反正都是沒有水平漸進線 好,那一個圖大致趨勢已經有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下它的位置在哪邊 位置在哪邊,當然我們可以先瞄點 一開始我們要瞄的時候呢 就是先抓幾個最特別的 就是說,X等0的時候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X等0的時候的確這裡是那個2 好,那X等1呢 也可以帶看看,先帶幾個點來感覺一下 這剛好也是2 帶-1的時候也是2 所以這三個點會有 那帶2的時候是多少呢 -8加2加2就等1 帶2的時候就跑到這個4 那帶-2的時候就跑到這個8 好,我們現在有這五點資訊 其實大概就知道它圖形一定要轉彎過來 所以其實大概就可以知道圖形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 你要連的話就大概就長成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般我自己畫就畫到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到一般來說寫測驗券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都會要求要寫比較清楚一點點 都是說知道這個轉彎的點到底在何處 到底翹起來到底翹有多高 所以這兩個就是要看微分等於0 那還有這個點也是很重要的 對,這個點就是 這個點就是一開始這個等於0 不過這裡是一個無理根 所以這裡只能透過一些計算機 十分兵器法來幫我們算 這個點現在是在1.52的時候有相交 所以這個點是關心的點 那這兩個點也很重要 這兩個點就是什麼呢 對,微分,微0 就是它的切線是水平的 這兩個點是微分,微0的點 微分之後是這個式子 那我們去解一下它 大概這邊只是 就是用計算機就可以算出來 大概是正負0.58 所以這兩個點很重要 這一個點跟這一個點 那剛剛我們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1.52的時候是0 然後這裡的微分是0 這裡微分是0 那這個點是0.58 實際有多高呢 你要帶回原式 要把這個送信機帶回原式 這裡是2.38 這帶回來這裡是1.62 那剛剛0的時候呢 我們也有算了 0的時候是1 好,那我們先看它 它Y值 Y值的部分 我們知道它這邊只跟那個 S軸交一次 再往右邊就跑到負了 那剩下的左邊這區間 其實都是正的 這中間這邊都是正的 那微分的部分就是斜率 斜率從這個式子裡面 對,我們剛剛先算出來 這兩個點是極支點 好,那比0.58還小 例如說今天帶那個 帶-1-2-3 就是帶負很多的時候 這邊反而是怎樣 這邊會平方變正 但這裡負 所以帶比它小的時候 它反而是一個負的 帶很大的時候 這邊也會是負的 中間的斜率是正的 所以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這邊想要反應的就是這樣事情 中間這一段是上升 然後面就一直在下降下去 那二次微分 是跟我們說凹向性 對,凹口向上跟凹口向下 但是呢,我們剛剛 其實大概可以知道 看起來好像中間 不過我們如果想要確定它是不是在中間呢 我們就可以怎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再為兩次 等於0 為兩次等於0 就變成-6s 所以表示它x就等於0 s等於0的時候 它的二次微分為0 這個點就是 反趨點 反趨點就是 這是什麼 那個凹向性轉變 在比0小的時候呢 例如今天帶負1 這樣是得到正的 在前面是正的 比0大的時候這邊反而變成負的 所以這個 那個凹向性轉變的地方 這是一個反趨點 像這個點就是一個 這斜率是什麼?斜率是負0正 這是一個極小 這是一個極大 這間圖形的資訊都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這間就是要幫我們 透過一些微分的技巧 掌握它的一些圖形的相關資訊